本日後 如果大家在飯店常常會接宴會 這個就是很適合出的一道菜 因為它就是放在杯子裡面 然後做好了以後直接送烤箱烤就可以 一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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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我们把这个锅子放在里面 我们把这个锅子里放在里面 我们不把这个锅子里放在里面 这是生的盒干 一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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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点点糖 就像刚刚说的 它会加一点点糖 增加它的品味 它是今天 它说现在市面上有很多 红色的蜜豆 灰色的蜜豆 它特别挑的是 这个产地的绿豆 它说因为它有很特别的风味 然后 然后现在就是 我们要准备那个炒料 待会要放进那个绿蜜豆里面 只要煮20到25分钟 就不要超过 它会有很特别的强调 不可以煮过 三倍的水量 一倍的这个芋头 是它三倍的水量 就是这里面有洋葱 红萝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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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刚切好的那个 鱼蛋 就是用刀背把 那个大蒜 压成米 它说这样的话就是 它会有香味 可是就不会有辣味 红萝卜 红萝卜 洋葱 红萝卜 红萝卜 它现在说这是贝食 它现在炒的料 就是待会会加下去 你让它的风味更加好 加好那个蒜 小火炒蒜 打发现在要加下去 它会让它的材质 就比较呈现爽爽 然后吃起来会比较轻 因为你没有浮沫 它都跟你直接加那种 液态的鲜奶油 那口感性怎么样 对 这是鸡膏汤 对 它现在有加蒜泥 然后你看它 现在开始加打巴刺鲜奶油 你可以看到像这个质地 就是 它 流性很好 可是也不像是一般的泡味 它还是有点 一点点萌汤的感觉 可是又没有问题 然后它还有一点点萌汤的感觉 它说最重要的就是 最后面加了这个 蒜泥 就是像我刚刚说的 它要它那个香味 就是 鸡膏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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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鸡汤 鸡汤 鸡膏